中時機今天直接警告烏克蘭 有一半以上的耕地 今年沒有辦法播種 那這勢必導致 今年有一半以上的糧食出口 造成了這一個中斷 同時中國的疫情還在惡化 所以供應鏈跟這個世界工廠的 這一個斷鏈危機 也可能造成今年更複雜的一個處境 因為現在中國 我們發現他每天新增的一個病例 都在四千到五千 這個數字攀升的速度是相當的快 所以現在他直接東莞封城 你看之前包括深圳 然後上海也軟封城 然後整個吉林省是這樣封城 這個封城所帶的一個影響是什麼 包括你汽車廠 科技廠 五金 甚至你做家具的 目前衝擊的臺商 至少我想至少六千家 各行各業 包括餐飲什麼全部都受到影響 那現在變成說 你要做什麼 他都要給你做PCR 你知道現在就很多台商說 我貨我也沒辦法出啊 為什麼 因為我司機有的 他說我要做PCR 有的直接就困在這個港口裡面 他完全也出不來 我今天聽到一個台商說 本來沒事的司機送一趟貨出門 就要回來隔離十四天 沒錯 然後十四天後 他才能再出門送一趟貨 那他沒有一大堆司機在那邊隔離 在那邊輪流周轉啊 所以等整個物流都受到很大的一個影響 那因為現在我們在看至少有十四個省份受到影響 這四個省份 如果我們把他加起來 等於佔了整個GDP一半以上 那所以你說衝擊這麼大 那雖然大家還在說 GDP的數字還不錯啊 五點多五點多 但我一直在看野村啊 因為他在數字的估算上比較保守 他估大概四點三左右 我覺得這個數字可能比較貼近現實 所以整個疫情肯定會衝擊到整個半壁的江山 那當然電子業的影響很大 那核碩的同時前說 還好啦 大概一兩個月 其實關鍵就這一兩個月的數字 不要小看這一兩個月 他說一兩個月難免 可是這一兩個月 你要去想整個供應鏈全部有可能全斷掉 那這斷這一兩個月 對股市衝刺一分鐘 一秒 我不要講一秒鐘 一分鐘我們可能都不能讓他斷 何況是一兩個月 所以這衝擊我覺得 確實影響是蠻大的 那現在 而且我們現在看到 當然是說深圳啊 說我打個岔 我現在猜測三月份電子業的營收出來數字 可能會有蠻多人是衰退的 對 然後而且 因為你的工廠都停工了 你的營業額一定受到衝擊 而且我還擔心包括四月份 甚至還可能四月份的數字會更差 這個我覺得要特別小心 那再來現階段比如說影響持續發生 像唐山現在也封了 那他發現唐山原來是鋼鐵重鎮啊 那這一封你鋼鐵也停了 物流也停了 這個影響 其實我發現現在很多的基礎建設 你也動不了 所以為什麼現在全球的鋼鐵都在大漲 那從這個方向我們去觀察 過去我們會認為說電商這些應該影響不大 可是反而現在他開始裁員 因為他也知道整個經濟未來的衝擊很大 那你說過去這一年 他們已經被打趴了對不對 本來想要恢復的 現在要怎麼恢復 整個疫情的影響 你看之前我們講騰訊阿里巴巴已經在大裁員 現在連京東我之前還沒有聽說他要裁員 現在要裁10到15% 所以這一年以來啊 騰訊阿里巴巴啦 還有包括美團這些的股價持續的一個弱勢啊 美團跟小米最近的股價也上不來 那你從整個電商產業科技產業的影響 包括我覺得一直到目前為止 衝擊到現在還無解的就是房企 那現在謝金河講這個我覺得很有道理 為什麼 你在過去擴張的過程中 你不斷的舉債不斷的舉債 結果現在泡沫破了 你要把泡沫戳了 那這麼龐大的負債丟給誰 不是又丟給大家來處理 那這一波 因為前一波這個房企的這個債券 因為這個利率太好了很多的外資投啊 你看像貝萊德USB 我這樣算了一下喔 光我們畫面上所看到這幾家外資 就投了14億美金 而且這幾家像貝萊德在俄羅斯 也有蠻大的 也有蠻大的 到處才地雷 他是中俄的受災大戶 那這個影響也會蠻大的 那現階段 所以我們看到基本上這一波房企的股價 其實跌得非常兇 包括這個富利地產 這個跌了60% 農創中國是跌了80% 這一年來 花樣年是跌了七幾% 到目前還沒有反彈的跡象 那我覺得最近我們在看一個數字 就是一二月整體房屋銷售的一個狀態 我看官方的數字好像還不錯 但是華爾街有一篇報告 他直接講 他說看起來數字是不錯 可是後面有門道 他們去搜集真正房屋銷售的數字 跟分析師的資料 還有一些這個真正的報告以後 他們發現其實是摔 整個房價是大幅度下滑 就是說銷售數字看起來不錯 可是房價是大幅度降價去想辦法要推掉 大型的房價大概跌了14% 中小型的大概房價壓了四成去賣 所以有點壓低出貨 所以之前我們節目不是有聊到那個廣州南沙陽光 那個半島那個建案 那個建案我看了一下 過去他是四十棟 而且當時很轟動啊 因為哇 那個生活機能啊 什麼學校啊 什麼辦公大樓什麼都有 然後一千兩百戶的這個預售 五千人去搶啊 我算了一下 一坪也要三十幾萬了 就在一個半島上 現在怎麼辦 本來不是說明年要完工嗎 沒辦法啊 現在已經變爛尾了 只好央氣先接 接了以後再看怎麼辦 而且這樣的爛尾其實在很多地方 我看這個光雲南一省 就八十幾處爛尾 最近都在炸 以前我們節目也講過 最誇張的其實是什麼 大家去算他的GDP 只有美國的百分之七十 可是房價卻是兩倍 又佔了整個大陸的一個GDP 貢獻度將近三成 所以其實房地產只要垮百分之二十 整個經濟就會出現問題 好我們稍後回來